这是十月必看的搞笑作品 同时也是在下版本作者昨夜菜剑的一作 本作继续主打严肃搞笑风格 里面各种意想不到的绝节 绝对会让你找到观看版本的乐趣 表面上这对夫妻只收养了一名娘子 但实际上却是一名双胞胎兄弟 两人有一个伟大的目标 为了寻找杀害母亲的真正凶手 为此 他们只能装作一个人在家里生活 就算和养父母吃饭时 也能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 仅仅只需要两秒半 就完成一件高难度两极繁衷 牛逼 这天孤儿院来了一对富豪夫妻 他们准备收养一名娘子 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 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虽然他们很想全部收养 但他们年纪也大时间也不多了 只能从中选取一名孩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夫妻二人决定明天再来一次 这时一阵微风把大妈帽子吹飞 殊不知命运的此轮就此冲动 帽子被楼上一名美少年稳稳地抓住 这难道是命运的安排吗 大妈的内心蠢蠢欲动 回到车上 大妈始终忘不掉 刚刚和美少年对视的情景 打算明天好好观察一下 却不曾想突然下起了暴雨 也出现了令他们下定决心的一面 只因他们发现 刚刚的美少年 在大雨中竟帮助一只弱小的羞狗地 肯定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孩子 心下无子的他们 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决定领养美少年当养子 并为其准备了新的房间 个人物品也从孤儿院寄了过来 夫妻正打算帮他整理物品 是 老爷子突然发现 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大箱子 疑惑的他正想看完 却被美少年打断了他 询问能不能让他一个人装饰房间 对于养子的第一个请求 两人也毫无意见地答应了 等他们离开房间 美少年却露出阴险的表情 只因大箱子里面 竟然是一位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美少年 殊不知他们两人是双胞胎 哥哥名叫敏奇 弟弟名叫达利 紧接着他们两人用最快的速度 将房子的物品全都摆放完了 伴随着一阵敲门声 老爷子表示晚饭已经做好了 看他一个人那么快整理完物品 真是个好孩子 殊不知达利听到敲门声 早早就躲在了门后 领养时也得知他名叫蜜茂 为了庆祝他的到来 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养母表示房间衣柜里准备了新衣服 询问他喜欢吗 蜜鸟觉得每件都有点小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要两号跟这个一样的衣服 夫妻二人以为他在孤儿院待久了 不敢提出新衣服的要求 但蜜鸟却说这件衣服 对他来说是最为习惯 见状养父母也答应下来 眼看时间也差不多 自己也已经吃饱了 暗示一旁兄弟后 桌子下的腿高高抬起 之所以这样 是为了让兄弟有空间 爬行到桌子底下 在夫妻为蜜鸟盛饭的间隙 兄弟二人却完成了一项 高难度的体操动作 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完成两极反转 仅仅两秒半的时间 就完成了两人的移行换围 养母却毫无察觉眼前的变化 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 属尸牛逼 饭后养父肩膀酸痛 想让蜜鸟帮他按摩下肩膀 虽然不太懂 听从养父的指导开始捏了起来 养父表示 让儿子按摩肩膀 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长时间的又捏又垂的不断变换 感觉手有点转变不过来 为了完成养父的梦想 不得不进行开挂 牛逼第二天一早 吃早餐的时候 养母发现命鸟 对他们太过恭敬 难道是一时间 还没在孤儿院转变过来吗 真想尽量给他们创造二世回忆 像是和妈妈一起烤樱桃牌 或骑在爸爸的肩上玩耍 殊不知两人的对话 都被兄弟二人给听到 于是找到一本书 打算配合养父母完成心愿 来到客厅的他 无意中透露出 想吃樱桃牌愿望 牛逼 很快养母就教秦力鸟 制作樱桃牌 但最后一步编格子的时候 每一条都需要横竖交织 对于笨手笨脚的养母来说 就在这时 一道门铃声响起 养母正准备去开门 兄弟也抓住这个机会 开启了合体秘境 当养母回来的时候 樱桃牌已经完成了 也实现自己的梦想 能和自己的孩子 一起制作樱桃牌 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快乐 紧接着轮到养父 刻意制作了个鸟屋 想将棋放到树上 可惜自己不够高 闻听此言的养父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为了展现父亲的一面 让蜜鸟骑在自己脖子上 可太看得起自己的年龄了 当他发力的一瞬间 腰就被闪到了 这样计划可能会失败 于是想出了个好如荫 当他们再次来到大树下 兄弟趁机爬到上面 将手上的鸟屋丢上去 减轻重量 再将放下来的绳子 缠住自己腰上 犹逼 这操作但凡是个正常人 可能都想不出来 就这样 父亲也终于完成了他的梦想 殊不知养父母和他们的相遇 并不是命运的指引 而是当他们得知 有富豪要收养养子时 两人就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原本他们想要收养这个光头 却被他们的计划给打破 牛逼 这对双胞胎也太会整活了 明明是两个人却偏偏要伪装成一个人 只因收养他们的夫妻只想要一个孩子 而他们这次要找到活 居然是放火烧死好心收养他们的养父养母 但之所以如此恶毒也是有原因的 原来在七年前 他们的亲生母亲在这个镇子上遇害 所以他们才费尽心思伪装成一个人 来被这对夫妻收养 目的就是为了潜入这个镇子寻找杀母仇人 而这对夫妻就是他们第一个怀疑的对象 于是在养父养母出门后 两人便开始调查起了他们的房子 很快弟弟就在床下找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看到三脚步和绳子 弟弟还以为是风筝 于是两人便在房子里面放起了风筝 但很快弟弟就放起了 毕竟屋里也没有风根本就飞不起来 就在这时家里的狗突然扑了过来 显然他是看上了这个风筝 于是弟弟赶忙丢开风筝 这才摆脱了这只猛兽 随后两人又来到了书房 其他的地方倒是没什么奇怪的 唯独这张合照有点蹊跷 只因背后竟然还有一张合照 男人看起来是养父年轻时没错 但女人看起来却完全不像养母 于是兄弟俩便猜测这是养父的情妇 没想到这老灯看起来老实巴交 背地里却玩得这么滑 不过这也证明不了什么 很快两人就调查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也就是妻子的衣帽间 因为屋子里的香水味太浓 哥哥本想打开窗帘通风 却没想到窗帘后竟是满满一墙的头发 兄弟俩也被吓了一跳 以为这是养母将人杀掉之后 将他们的头发给取了下来 再回想起养母经常抚摸他们的头发 还夸赞他们的头发长得好看 兄弟俩推测养母肯定是个喜欢收藏头发的变态 就在这时家里的狗突然走了进来 然后咬住弟弟的衣服就开始往外拖 随后房外也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正是夫妻俩回来了 弟弟这才明白狗狗是过来匆匆报信的 接着兄弟俩透过窗户 看到夫妻两人回来后静止钻进仓库后 觉得非常可疑 于是便跟了上去 这下兄弟俩也更加误会了 以为他们是借助欢迎派对的名义 用这台机器将他们的头发剔光 然后收藏起来 没想到这对夫妻当初收养他们 竟然是为了自己的头发 于是兄弟俩也决定发起反击 很快就到了欢迎派对的这天 在父母挑选礼服的时候 弟弟来到他们面前卖萌 骗他们穿上了一身吸热的黑色礼服 而哥哥则是在厨房收集道具 在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欢迎派对也开始了 弟弟负责在下面应酬 而哥哥则是躲在吊灯之上 然后趁着养母和邻居敬酒的间隙 哥哥拿出辣椒油滴在了养母的杯中 在养母辣得不行的时候 弟弟也递上了可燃矿泉水 而被辣得失去味觉的养母 也完全没有察觉到异常 直接就连干了几大杯 见状哥哥也露出了奸计得逞的笑容 毕竟这里面装的是透明色的酒 怎么可能会解辣 趁着养母喝醉后耍酒风时 弟弟也赶忙把养父拉走 给他输了个赠量的大油头 但用的油却是橄榄油 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利用放大镜 把阳光聚集在他们的黑色礼服上 将满身是酒和油的夫妻点 很快时间就到了三顶 夫妻俩和兄弟俩都开始了各自的行动 接着养母让弟弟坐在椅子上 然后为他蒙上眼睛 打算送给弟弟一个神秘礼物 而哥哥也拿着放大镜 躲在了窗帘后面 然而在看到养父拿的礼物之后 哥哥却改变了想法 随后向弟弟发出了 终止计划的信号 然而被蒙住眼睛的弟弟 却没能收到 听着周围人的笑声 弟弟还以为是计划失败 恐惧也让他觉得 鸽头机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这时养母也让他摘下了眼罩 原来他们所以为的鸽头机器 竟然是辆自行车 一切都只是兄弟两人 被迫害的幻想罢 看到弟弟没有任何反应 养父还以为 他是不喜欢这件礼物 于是哥哥便用放大镜 帮他笑出了声 一人君 真是 你真是这么高兴 你真是成功的 啊 妈妈 牛逼在派对结束之后 两人也意识到 是他们误会这对夫妇 而且养母也正是 照片中的那个美女 至于那些头发 也只不过是养母戴的假发吧 虽然养父养母 让他们找到了家的感觉 但兄弟俩的复仇 却并没有结束 趁着夜色 两人骑着自行车 来到被埋在山顶的母亲坟前 哥哥在桌上吃饭 弟弟在桌下 吃着哥哥递来的面包 为何双胞胎要伪装成一个人 只因这对夫妻 只想收养一个孩子 所以他们必须留在这里 并在这座镇子里 找到杀母仇人 恰好这天养父母 为他们报了一个下令人 于是哥俩便决定 趁此机会交些朋友 然后借着拜访的理由 到他们家中进行调查 首先哥哥混进人群 听着其他孩子 讲他们父母之间的酒势 看到别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哥哥也赶忙开始复合了 因为演技太过浮夸 哥哥直接就被当成了傻子 而弟弟则是找了一些漂亮的石头 借此来讨好其他孩子 然而小抱牙雀压根就不稀罕 其他人看到弟弟这么想交朋友 也决定戏弄一下他 因为他们也不想 和孤儿院来的人做朋友 这时弟弟也走过来 和他们打了招 于是三人便告诉弟弟 他们可以和弟弟做朋友 但条件是不用手抓绳索 走过这座绳桥 而弟弟也果断答应了下来 看到弟弟真的照做了 几人也大笑了起来 甚至还开始打赌 弟弟什么时候掉下去 而其中也只有演技 没有嘲笑弟弟 很快弟弟也从绳索上掉了下去 然而就在其他人 以为结束了的时候 弟弟却又出现在了绳索上 其他人直接就懵了 但他们却殊不知 这是哥哥接替了弟弟 很快哥哥也从绳索上掉了下去 但不到两秒半 弟弟就又站在了绳索上 然后弟弟掉下去之后 哥哥又站了上来 如此反复多次之后 其他人直接就被搞懵逼了 不明白他是如何不到两秒半 就重新爬回去的 就在这时 哥哥又是一个脚踝摔了下去 眼镜也有些看不下去 然而这次哥哥却用手抓住了绳索 然后倒挂着向前继续爬了起来 而眼镜也被哥哥 不轻易放弃的精神所打动 原来他一直都梦想着 飞上天空坐的脑袋 结果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而这些失败经历 也沦为了其他人的笑 于是他情不自禁地 为哥哥喊起了加油 牛逼 然而就算哥哥成功了 其他人却依旧不愿意搭理他 而理由就是他用手犯规了 不过眼镜却成功被哥俩拿捏 于是哥哥也趁机提出了 去他家玩的请求 而眼镜也果断答应了下来 牛逼 下午哥哥也带着点心来到了眼镜家 趁着眼镜去放点心时 哥哥给弟弟打了个手势 便走进了房子 而躲在一旁的地 也在门关上的0.25秒前冲了进去 并躲在了玄关的鞋柜下面 接着在哥哥和眼镜吃点心聊天时 弟弟也开始调查起了眼镜家 很快他就在一个房间发现了线索 只因这里的壁纸 和他们小时候的房间壁纸一样 原来他们小时候一直都是被母亲给藏在床下的 两人无聊时就会用壁纸上的花纹走移工 直到有一天 妈妈决定带着哥俩离开这个房间 结束这种掩人耳目的生活 然而在他们即将离开镇子时 母亲却遇害了 所以哥俩认为这肯定和那个房间有着关联 但弟弟翻遍了所有角落 却都没有找到他们小时候总移工的涂鸦 所以这里也并不是他们小时候居住的房间 然而就在弟弟准备离开时 眼镜的姐姐却一把拉住了他 与此同时 眼镜也拿出了自己的鸟人装备 但哥哥却仿佛看到了一个故人 到了晚上 弟弟也将今天的发现告诉了哥哥 并且也排除了眼镜家的嫌疑 然而他却没将在姐姐房间发生的其他事告诉哥哥 第二天 爆牙也把哥哥邀请到了家里做客 对于这个送上门的机会 哥俩也当然不会拒绝 然而他们却殊不知这是一场无门宴 在来到爆牙家里后 哥俩也开始顾忌重施 不过这次却是弟弟拖住爆牙 由哥哥来调查房子 接着爆牙在和弟弟玩游戏时 眼看弟弟就要获胜 爆牙直接就重启游戏要求重开 对此弟弟忍了 随后在吃甜点时 爆牙又将弟弟的甜点抢过去 对此弟弟也忍了 因为他现在必须要保持冷静 毕竟他们的目的是调查这里 于是弟弟便提议完 你打我躲的猜拳游戏 与此同时 哥哥也调查完了房子 因为并没有在这里发现壁纸 哥哥也打算结束这次调查 然而哥哥在打开房间后 却发现弟弟正在挨打 原来爆牙在玩游戏时 故意耍来要求弟弟让着他 所以被封印住惯用右手的地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见状哥哥直接就忍不住 趁着爆牙一个没注意 他悄悄溜到了床底下 然后把弟弟给拖了进去 见状爆牙还以为弟弟是想逃避 他当想把弟弟拉出来继续玩 哥哥就从一旁钻了出来 要求爆牙重新和他玩一把 爆牙当然也没有拒绝 并且还追加了一个堵住 输了的人就要永远当对方的小弟 然而洋洋得意的小爆牙 却殊不知哥哥的惯用手是左手 牛逼就在哥哥准备补上最后一记重击时 弟弟突然出现 为爆牙戴上了帽子 表示他们必须随时保持冷静 也让这个傻逼玩意坏了他们的计划 很快夏令营也结束了 可哥俩回到家后 却发现家里竟然又多了一个人 对双胞胎是真牛逼 心灵相通的他们硬是把自己完成了活服原格 摄影师只是拍个照的功夫 哥哥就已经迅速地跑到了旁边 然后就是一波优雅的角色互换 这回轮到了弟弟的回合 他看准时机猛地一下窜到旁边 这么一来两兄弟就获得了两张照片 随着照片合并到一起 他们便完美地合为了一体 然而就是如此牛逼的两兄弟也有烦恼 就比如弟弟的脑子明显没有哥哥好使 于是为了激发他的学习兴趣 哥哥巧妙地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绝世美男 成功以美色又导恋爱脑的弟弟提高了成绩 至于哥哥为什么要如此牺牲自己 那还得从两兄弟家里的保姆说起 因为保姆曾经为村里大部分的家庭服务过 所以他很有可能知道两兄弟杀母仇人的情报 于是为了从他口中套出话来 两兄弟想了一个瞒天过海的好计划 首先由哥哥将养母给引走 接着再由弟弟顶替养母的身份 凭借他天生的变音天赋 保姆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 随后弟弟再以想要换壁纸为领红 成功让保姆说出了谁家里有水到花纹的壁纸 而那个人正是曾经来到养母家里做客的一条 至此两兄弟离查出母亲死亡的真相终于只剩下了一步 那就是接近一条成为他的朋友 很快机会就来了 两兄弟今天迎来了开学的日子 虽然与有养母陪着坐车的哥哥相比 需要猛登自行车跟上的弟弟略显苦逼 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确定一下分班的情况 经过哥哥仔细地检查 他发现自己是在一年五班 而一条则是在一年一班 直到这时哥哥才知道这个学校竟然还有重点班的概念 与一般的那些尖字生相比 他的同学全是一群妖魔鬼怪 这下事情就麻烦了 两兄弟必须要在考试中拿到高分才有机会转到重点班 弟弟瞬间傻眼了 要知道他之前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是零分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同学们恭维一条的声音 此时弟弟瞬间来了想法 他开始殷勤地像一条泡起了镜子 然而对方只是冷漠地看了一眼弟弟领口上的班级 直接就是一句我跟你不数 此时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等时间来到晚上 看着弟弟全是个位数的成绩 哥哥脑袋都快炸了 要知道他们可是一人负责一半的科目 弟弟的成绩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们的计划就只能宣告失败了 然而面对哥哥的说教 弟弟却是露出了一副花痴脸 原来他今天遇到了自己此生的女神 那个黑肠直的美少女仅是看了他一眼 他的心脏就不争气地疯狂乱跳 是 等到了第二天 就在女神一个人安静地在图书馆里读书的时候 一脸羞涩的弟弟突然向他搭了话 不料女神虽然告知了他自己的性命 但他却表示自己对笨蛋没兴趣 还是等弟弟变聪明了再来找他 听了这句话 弟弟瞬间斗志满满地冲了出去 只留下了哥哥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狂笑 他没想到弟弟竟然这么好骗 当时他趁着弟弟上课来到了图书馆里学习 为了不被人识破身份 他不得已治好变状 没想到这个操作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等到了晚上 看着爆发了极大学习兴趣的弟弟 哥哥觉得这招简直太好用了 然而等弟弟一脸扭捏地找到他时 他发现弟弟拿出的竟然是哥哥的试卷 哥哥瞬间无奈了 不过好在他还有备用方案 那就是邀请弟弟一起与他学习 这么一来有了女神陪伴的弟弟不再迷茫 他的恋爱脑突然迸发出了无穷的学习兴趣 就这样 时间很快来到了期中考试的前一周 虽然弟弟的小考成绩一直在直线攀升 但距离两兄弟的目标还有所差距 哥哥也象征性地夸了几句 可没想到 弟弟居然得寸进尺地向他告白了 见状哥哥也陷入了两难 如果答应弟弟他还不得飞上天 但如果拒绝后果也不堪设想 等到了考试当天 弟弟已经憔悴得不成人样了 不过他依然信心满满 随着两兄弟在考试中拼命突破自我 哥哥果然取得了堪称优秀的成绩 接下来就剩弟弟的那两颗了 然而他死都想不到恋爱的力量 竟然如此巨大 弟弟竟然真的掏出了两张满分卷子 哥哥人都傻了 虽然他很想拒绝弟弟的约会请求 但回想起这些天来弟弟 那堪称折磨自己的学习之路 他最后还是心软了 周末两人一起相约来到了海洋馆 不得不说弟弟还是有一些手段的 就连哥哥都险些被他掰弯 在临近分别时 弟弟拿出一条项链送给哥哥 哥哥也知道不能再继续欺骗弟弟 于是便告诉弟弟 自己要搬到一个很远的城镇 所以以后就没办法再见面了 虽然弟弟心里很伤心 但也没有直接表现出来 在拿走一片摔碎的项链当作留念之后 强颜欢笑着和哥哥到了底 随着时间来到晚上 心中愧疚不已的哥哥终于等到了回家的弟弟 却不想弟弟刚进屋就流下了失恋的泪水 于是哥哥连忙安慰起了他 然而弟弟不知道的是 那一对海豚吊坠其实并没有分开 等到了成绩发布的日子 一条毫无悬念地成为了重点班的第一 而普通班的第一赫然写着的是两兄弟的名字 这对双胞胎为了寻找杀母仇人 终于凭借年纪第一的成绩 和嫌疑最大的一条家的婴儿成为了朋友 但他们却殊不知 婴儿也是心怀鬼胎 原来哥俩母亲留给他们的那颗纽扣 竟是从婴儿小时候的睡衣上扯下来的 所以这场宴会 其实是他和母亲为哥俩办的鸿门宴 但哥俩却并不知情 趁着弟弟拖住一条家的时候 哥哥也将整栋房子调查了一遍 然而却没有找到有水灶花纹壁纸的房间 就在哥哥打算把情况告诉弟弟时 一条妈也开始发难了 表示弟弟偷了他们家婴儿的东西 随后便让婴儿拿出了他的睡衣 看到睡衣上和母亲一屋一模一样的扭扣 弟弟也慌了 下意识地就把手放在了脖子上 而婴儿也开始质问弟弟 后来的扭扣应该就戴在脖子上吧 养母本来还想为弟弟辩解 但婴儿却让弟弟把上衣脱掉 并表示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不再刁难弟弟 见状养父养母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哥哥向弟弟使了个眼色 让他装委去拖延时间 然后趁着弟弟吸引住所有人的注意力时 哥哥敲咪咪地钻到了桌下 并从桌上拿了把餐刀 然后从弟弟的衣服里面伸进去 打算将那颗扭扣项链的绳子割断 然而就在这时婴儿也失去了内心 见状哥哥也松了口气 可婴儿却依旧不死心 直接把自家的狗给叫了过来 然后拿着睡衣让狗闻了闻扭扣 让他找到相同气味的东西 哥哥见状也慌了 刚想把扭扣给丢出去 狗就抢先一步找到了哥哥 见状哥哥也不敢动 眼看他们是双胞胎的事情就要暴露 弟弟赶忙在其他人掀开桌布前 承认了自己偷扭扣的事情 表示自己在上洗手间时 看到这颗扭扣十分漂亮 所以才会忍不住将它拿走 而在说话间 弟弟也将扭扣从哥哥那里要了回去 见状一条妈也用家教的问题 威胁起了养父养母 就这样 留在一条家的弟弟 被关进了一间密室中 而婴儿也端着一盆狗粮 强行塞进弟弟的嘴里开始了审问 原来那颗扭扣是他在八年前弄丢的 当时他可是把整个家都翻了一遍都没找到 所以他想搞清楚弟弟说谎 到底是想隐瞒什么 弟弟也懒得和他废话 直接把狗粮吐了出去 见状婴儿也认为必须要对弟弟重新教育一下 而哥哥也躲在柜子里伺机营救弟弟 在婴儿离开之后 哥哥也开始了行动 然而弟弟却表示他要留在这里 让哥哥趁机去调查这个家 毕竟一条家并不知道他们有两人 所以只要他留在这里 他们的戒心就会降低 但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不想被哥哥看到自己现在这副模样 这时哥哥忽然想起 这栋房子好像就只有这间密室没有调查过 于是便让弟弟看看这个房间的壁纸 弟弟一看也惊了 因为这里正是他们小时候居住的房间 而且他们小时候涂鸦的痕迹也还留在上面 紧接着弟弟又发现了母亲在上面的留言 而弟弟的哭声也把一条妈吸引了过来 于是哥哥也只好暂时先躲起来 随后一条妈来到房间之后 直接把奶瓶塞进了弟弟的嘴里 在这之后 哥哥也每天都在监视着一条家 但却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对话 甚至连被关起来的弟弟他们也很少提起 如果说那颗纽扣 是母亲留给他们的线索的话 那么凶手可能就是婴儿 但他当时也才五岁 又怎么可能杀人 就在哥哥思考着一家四口到底谁是凶手时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就在哥哥以为自己暴露时 那双手松开了他的眼睛 而来人正是帮拥阿光 原来每周三他都会到一条家打扫卫生 而弟弟被留在这里的事情 他自然也听说了 所以才搞出这个恶作剧 而哥哥也打算利用一下阿光 随后悄悄告诉他 一条家似乎隐藏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 一听这话 阿光瞬间也来劲了 表示他也发现了这点 于是两人便打算合作一下 随后在翻看相册时 哥哥也发现了一点 并从一张酒杯的倒影中 找到了母亲的身影 但可惜阿光并不认识照片中的人 只能从打扮看出 他应该是当时的帮拥 不过阿光奇怪的是 这帮拥为何会如此年轻 按理说一条家 从不招募50岁以下的帮拥才对 于是两人便决定到二楼看看 但一条家却并没有让阿光打扫二楼 于是哥哥便给阿光制造了一个机会 随后两人分工合作 哥哥负责找下面 阿光负责找上面 很快阿光就找到了一个可疑的地方 按理说相框上面是最容易藏灰的 但这幅画上面却没有一颗灰尘 哥哥也是一点机通 立马跑过去研究了起来 并成功地触发了机关 随着画框被旋转 一条梯子也从衣柜里降了下来 然而看到阁楼上的物品之后 两人也惊呆了 没想到这里放着的 竟然是整个镇子的完整模型 而且模型里面还放着代表每户家庭的人偶 甚至连住在隔壁村的阿光也都有着人偶 并且还和他现在所在的位置一样 都是在一条的家里 这时哥哥也发现了一打资料 上面记载着每个居民的详细情况 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 也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一条家在监视着整个镇子 就在这时 楼下传来了一阵响动 显然是有人回来了 于是阿光赶忙找了个箱子 让哥哥先钻进去 到了晚上 哥哥从箱子里出来后 发现阿光已经不知去了哪里 然而就在哥哥轻声呼唤阿光时 脚下却不小心踢到了什么东西 这对双胞胎是真的炸裂 为了寻找杀母仇人 居然扮演成了妈妈的鬼魂 而目的就是测试嫌疑人 看到母亲后的反应 虽说最后成功找出了凶手 可结果却是哥俩不敢相信的 就在刚刚 哥哥将在阁楼的发现 还有一条家正在监视镇子的事情 告诉弟子后 弟弟有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将计就计 由他扮演婴儿来获取信源 从一条妈的口中套出情报 看到这个方案失败 弟弟也备受打击 但只过了两秒半 弟弟就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决定赌上自己模仿之王的称号 让自己成为一个婴儿 于是第二天一条妈来到密室后 就看到了正在吃鸡木的弟弟 一条妈也是无语 告诉弟弟那不是用来吃的 随后便手把手教弟弟玩起了积木 健庄弟弟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随后自我催眠 让自己彻底进入了婴儿的境界 而哥哥也听到了密室中传来的响声 还误以为一条妈正在虐待弟弟 结果透过门缝一看 发现一条妈竟然在教弟弟如何走路 看到弟弟嘻哑哑的样子 哥哥差点没当场笑死 健庄弟弟也是老脸一红 于是便决定让哥哥见识一下自己的演技 然后先是装作成功站起来的样子 再假装脑袋太重 一不小心失去平衡摔在地上 看到弟弟这么贫 哥哥也惊了 而一条妈也被吓了一条 赶忙跑过去扶住了弟弟的脑袋 再看到弟弟那忍痛不哭的样子后 一条妈认为弟弟已经被成功洗脑 于是告诉弟弟 他从现在开始就是一条家的一员了 文言弟弟也朝哥哥投来了得意的眼神 第二天 弟弟也成功坐上了一条家的餐桌 不过却是一个五岁小孩的身份 而哥哥则是躲在了餐桌下面 接着弟弟也扮演着五只小孩 询问起了各种问题 比如勺子为什么是圆的 大家为什么要用一样的盘子之类的 而一条妈也告诉婴儿和妹妹 弟弟正处于发问期 要仔细地回答满足弟弟的求知欲 而弟弟听到此话 问的问题也越来越刁钻 比如为什么只有他的发色和大家不一样 难道他们不是一家人吗 婴儿为什么不叫婴儿 难道他不是家里的老大吗 婴儿是不是现在也会偶尔尿床 虽然婴儿和一条妈表面十分耐心地回答了弟弟 但捉下他们的腿却忍不住颤抖的情 见状哥哥知道他们这是在隐藏着什么 而婴儿也终于受不了 觉得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五岁小孩能问出来的 尤其是弟弟脸上的假笑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眼看再这么下去就要暴露 哥哥也赶忙帮了弟弟一把 放后一条妈又将弟弟关回了密室 并告诉弟弟矫正疗程已经结束 明天他就可以回家了 听到此话哥俩也慌了 毕竟他们现在还没查清楚 到底谁是他们的杀母仇人 于是哥俩决定当晚就开始调查 因为他们的妈妈曾是这个家里的帮佣 他们便决定扮演妈妈的鬼魂 轮流测试这家人的反应 一条爸正在书房看书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寒意 抬头一看 发现房门不知何时打开了 紧接着一件连衣裙漫漫从门缝里塞了进来 然后在一条爸震惊的目光中 变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 而此人正是由弟弟假扮了 根据一条爸的反应 哥俩知道他肯定不是凶手 因为如果他是凶手的话 看到妈妈的身影 肯定会以为是撞鬼而受到惊吓 可他不仅不害怕 反而还来了个热情的拥抱 看来他们的妈妈应该是一条爸的情妇 但说到情妇弟弟突然想到了什么 而接下来就轮到测试一条妈了 虽然一条妈的第一反应是害怕 但很快就又冷静了下来 并且认为妈妈是回来和他抢丈夫的 随后便直接跑出了房门 而哥俩也从他的第一反应判断出 他应该就是凶手 毕竟那可不是看到活人应该有的反应 然而令哥俩没想到的是 一条妈竟然又拿了个剪刀走了回来 于是哥俩只好赶忙朝楼下跑去 而一条妈也从楼上追了下来 并拿着剪刀把各个角落都给扎了一遍 见状躲在沙发下面的哥俩也吓怀了 好在关键时刻 为什么要把梅特利藏起来 然而就在一条爸解释的时候 一条妈却通过剪刀看到了正在逃跑的哥俩 与此同时 婴儿也听到了楼下的动静 于是便走出房门想要过去看看 然而他才刚出门就撞上了地影 见状弟弟也吓坏了 直接摔在了地上 而婴儿也缓缓地朝弟弟走了过去 哥俩本以为婴儿是看穿了真相 可没想到婴儿在看清人影之后 竟然吓得尿裤子了 看到婴儿的反应 哥俩知道他就是杀害母亲的凶手 但哥俩却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毕竟他们母亲遇害时 婴儿也才只有五岁而已 第二天 哥俩也回到了养父母家 这可把养母高兴坏了 不久前双胞胎刚从卷毛家回来 哥哥就告诉弟弟让他不要插手调查的事 他想到了一个审问卷毛的好办法 于是第二天哥哥重新穿上女装 准备到学校展开计划 另一边卷毛才刚吃完饭 就跑到厕所狂吐不止 因为他只要一想起那天晚上看到的双胞胎母亲 胃里就忍不住的一阵翻诱 然而这时上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嘲讽完卷毛后 哥哥马上就往外面跑了出去 卷毛见状也连忙开门跟上 当然走之前他还不忘将呕吐冲掉 在下楼的时候 哥哥因为头发太长被卷毛抓住 眼看就要暴露 没办法哥哥只能放弃逃跑捂住头发 卷毛不知道哥哥的目的是什么 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完美人设 就拿出一打钱当作封口费 但哥哥看都没看 直接甩手一把将其打飞 并告诉卷毛自己想要的封口费 是想看到他更丢脸的模样 不过同时哥哥没注意到的是 第四集弟弟送给他的吊坠也掉落在了楼道里 很快第二天 卷毛就拿了自己五岁时的照片给哥哥看 并表示这个年纪就是丢脸的事 但哥哥不依不饶 接着发起嘲讽说 五岁的小孩智商跟狗差不多 也就是说这张照片上的卷毛就是狗 听完卷毛也有些绷不住 不过他不敢发作 只说这样就能抵消昨天的事了吗 而哥哥并不满足 于是又要了一些照片作为交换 这次他获得了有用的信息 照片中卷毛穿着带有雪花扭扣的睡衣 在平安夜的那一天 第二颗扭扣明明还在 但圣诞节那天就没了 结合之前卷毛见到自己身上雪花扭扣时的反应 哥哥猜测母亲的死绝对与这个有关 于是就问卷毛扭扣的事 但卷毛显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随便含糊其词了几句就转移话题 说自己以前很相信圣诞老人之类的 离开的时候 哥哥表示光看照片还不够风口费 要下次让卷毛说一些小时候的故事才行 另一边眼睛背着弟弟正准备去上课 在楼梯间的时候 弟弟被一个闪光雾吸引了过去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什么虫子 然而走近一看 发现居然是自己和女装哥哥的定情性 于是第二天 弟弟就画了很多寻人启事 想一词找到女装的哥哥 但由于他的画迹实在是过于抽象 导致哥哥看到都忍不住笑抽了 原本哥哥以为这些寻人启事根本无法找到他 但他忽略了另一个抽象奇才眼镜 眼镜通过弟弟特殊的画画方式 找到了他的抽象特点 然后成功还原了这幅画本该有的模样 很快这个清晰的寻人启事被路过的同学看见 他们发现这和最近卷毛在找的女生很像 原来卷毛在和哥哥分开后 也在学校不断寻找 可到处都没有他的消息 而弟弟知道了这个消息 下午就尾随卷毛来到了一个教室 刚好今天卷毛就要和哥哥说小时候的事 在里面两人才聊了几句 弟弟就冲了进来 计划被弟弟搅置 哥哥只能以学习为理 继续来到卷毛家里调查 在不久前 哥哥已经自学了一些催眠术 并且在弟弟身上已经试验成功过了 所以这次他的目的就是让卷毛躺下 然后将他催眠问出母亲的死因 另一边弟弟因为被哥哥女装拒绝了 回到家就要死要活了 养父母虽然不断出言安慰 但始终是没有什么效果 养母见状无奈 只能拿出香槟汽水来 要让弟弟一醉方休 才喝了没几杯 养母就已经睡了过去 而养父也在酒精的作用下 对弟弟说起了自己曾经的经历 那时候养母还是一个美女 身边的追求者数不胜数 而他作为其中一个不起眼的追求者 也被甩过很多次 但他并不亲眼 始终贯彻死缠烂打的性命 最终还是成功将养母给追到手 弟弟闻言又重新燃起了信心 既然养父能做到 那么他也一定可以 此时哥哥在卷毛家中 才看了15分钟书 就表示自己有点困了 问卷毛要不要一起睡个午觉 但卷毛是个很努力的人 从来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于是就在床边守着哥哥睡觉并记事 见状哥哥实在是无奈 只能更加明显的暗示 表示自己身边没人躺着就睡不着 然而 最后哥哥实在是没办法 只能坐起来解开上衣 使出色诱之术 其实也不是卷毛不响 他说自己还没有和哥哥签订恋人的契约 所以不能做这些事 哥哥一听真是服了 怎么这人谈的恋爱还要签订契约 于是就问这是什么手续 哥哥完全听不懂法语 但他知道只要完成了这个 卷毛就会躺下和他一起睡觉 于是就表示这点事马上就可以的 在完成接吻后 卷毛也果然愿意躺下来睡觉 于是哥哥趁机就开始唱起催眠的词 很快卷毛沉沉睡去 无论哥哥问什么问题 他都会如实回答 然而就在要问到母亲的死因时 外面响起了敲窗户的声音 哥哥转过头一看居然是弟弟 但现在他只想继续调查 就走到窗户前想要赶弟弟回去 可弟弟是个恋爱脑 拿出吊坠就问哥哥还能不能重新开始 并表示自己真的很喜欢哥哥 就在弟弟要坠楼的时候 哥哥及时出手抓住了他 看弟弟安全离开后 哥哥才回过身至问卷毛刚才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想要杀人吗 但这时卷毛已经惊慌失措 经过这次推人他才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他以前推的好像不是怪物 原来在卷毛五岁过圣诞节的时候 双胞胎的妈妈想要从窗户进来给他一个惊喜 因为卷毛一直相信圣诞老人是存在的 或许是由于形象没有打扮得很到位 导致卷毛把他当成了怪物 卷毛回过神后 知道自己可能是推了人 于是就叫妈妈一起过来看 但这时双胞胎母亲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这件事最后被卷毛妈掩盖了过去 而双胞胎母亲的尸体也被双胞胎两人给拖走了 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 哥哥迫不及待地赶回家 就要和弟弟制定复仇计划 得知真相后的弟弟离家出走 选择来到朋友眼镜家逃避现实 虽然哥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复仇 但这也对弟弟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创伤 在眼镜家的这段时间 弟弟一直如同行事走肉般 根本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就在眼镜想询问是怎么回事时 他的姐姐突然开门说 有朋友过来找他了 然而当眼镜来到楼下 发现刚才还在楼上吃饭的弟弟 居然又出现在了门口 对此哥哥连忙敷衍说 自己是从窗户下来的 好在眼镜智商不高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只觉得很怪 但又说不出来哪里怪 于是就准备带哥哥回房间 在房间门口的时候 哥哥说自己渴了 要眼镜帮他泡杯红茶 将眼镜支开后 哥哥来到房间劝说弟弟回去 毕竟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杀害母亲的凶手 应该和二维一去复仇才对 但弟弟显然被伤得太深了 无论如何也不愿从衣柜里面出来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眼镜带着饮料走了进来 哥哥见状也只能放弃劝说坐到床边 眼镜看这几天弟弟都闷闷不乐的 就故意说想要转换下心情 让哥哥给他辅导一下学习 然而就在两人正交流的起劲的时候 衣柜里面的弟弟突然发出了声响 眼镜见状就要去看是怎么回事 为了不暴露双胞胎的秘密 哥哥集中生智 在打了眼睛一耳光后 哥哥利用谐音 向弟弟传递了自己想说的话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复习 那一天不是在妈妈的面前发了诗的吗 虽然弟弟听到的是一切都是为了复仇 但眼镜还以为是哥哥的养父母过于压迫 非要他每次都考第一才行 于是就出言安慰 眼镜的这一番话也有两层意思 弟弟听完想起了过往的种种 最终他选择不再受哥哥的控制 要做回自己 这是隔壁的眼镜姐姐敲门 让眼镜声音小一点 他在隔壁都要被吵死了 而弟弟也趁这个时间 打开衣柜和哥哥换了个位置 看见弟弟做出的选择后 哥哥独自来到母亲的坟前 发誓即便是自己一个人也要完成复仇 回到家 养母拿来一套吸血蚊子的服装 说是这周日镇上会举办万圣节变装大赛 所以他准备了这套想让哥哥脱颖不出 毕竟南瓜吸血鬼什么的太常见了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 养父母说哥哥这套说不好能赢过卷毛 虽然他去年扮成名画夺冠 但今年哥哥这套装扮也很有竞争力 听到这哥哥顿时又有了复仇的计划 不过现在相比这个 他更应该考虑自己的处境 因为自从弟弟不在家了之后 他在养父母面前的饭量 都不如从前的一半了 于是为了不露馅 哥哥只能独自完成 以前需要两个人完成的事 在吃了两大碗饭后 哥哥来到厕所一阵狂吐 在做樱桃派的时候 养母又让他帮忙编格子 以前他们两个人合作编得很漂亮 但现在哥哥只有一个人根本就不行 来到客厅 哥哥又发现养父在摸着肩膀说痛 于是就主动提出帮他按摩 但仅凭他一个人 根本无法满足养父的需求 在按摩了一会后 养父叫他停了下来 来到浴室 养父不断用一个鸭子玩具 朝哥哥脸上喷水 但哥哥显然没心情 结果养父递过来的鸭子把玩了一下 就又还了回去 养父见状捂住鸭子玩具的一只眼睛 告诉哥哥只有一个洞的话 鸭子玩具就能喷出更强烈的水 听到这哥哥好像明白了什么 于是就决定把心中的弟弟给消除掉 这样的话他一个人就能更强了 很快到了万圣节这天 在上台比赛前 哥哥并没有听从养母的安排 而是在蚊子嘴里面加了一点番茄酱 经过哥哥的一番操作下来 他几乎被所有人喝了道菜 当然这也是哥哥故意 他就是想让卷毛获得冠军 因为他在冠军宝座上动了手脚 只要一坐上去就会触发机关 变成死亡宝座 很快轮到了卷毛登场 但他今年的装扮很奇怪 看着就像是一个穷光蛋一样 而且眼神呆滞 也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看到这哥哥突然明白过来 大大是因为上次他知道自己可能杀了人后 就一直为米不振 可这样的话卷毛就无法获得冠军了 于是为了能让计划顺利进行 哥哥开始在人群中散播一些消息 成功将毫无比赛准备的卷毛美化 没有准备的穷光蛋打扮 在哥哥编造的故事里面 变成了一位很深沉的营游诗人 投票的时候 几乎镇上九成的人都投了卷毛 但就在要让冠军坐上宝座时出现了意外 主持人见卷毛放弃了冠军 也只能宣布第二名顶上来 于是有眼睛打扮的弟弟就成为了冠军 一旁的养父母健壮 还以为是哥哥之前失误了 才有临时换装重新参赛 但哥哥看到一脸得意走向宝座的弟弟时 顿时就急得不行 连忙跑上前去想要阻止 自从跟弟弟反目之后 哥哥整日以泪洗面 而弟弟也因为被婴儿救了一命 疑惑婴儿为什么要救他 于是这次换弟弟戴上假发 假扮成杀利去调查婴儿救他的原因 相比起哥哥 第一次假扮女人的弟弟手足无措 而且一条妈也不想让外人见到婴儿 可是得知亲爱的女孩来探病 哪怕是忤逆妈妈的意思 婴儿也要邀请弟弟进屋 于是在只剩下两人之后 弟弟就迫不及待地问出婴儿为什么要救命鸟 得到的答案是他在赎罪 自从得知他小时候失手杀了人后 婴儿就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他把弟弟带到阁楼的模型室 这就是妈妈用来监视全村的工具 五岁时婴儿失手杀了一个女人 妈妈却骗他说被他杀死的是一只妖怪 这些年来婴儿也是一直这么认为的 可这个模型人偶让他想起来了 当年被他推下楼的不是妖怪 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 这个人偶模型就是当初被他推下楼的人 他还让弟弟去提醒蜜鸟 他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弟弟很好奇为什么是他 因为在明年上 莎莉应该跟蜜鸟的关系很差才对 然而这完全是当局者 婴儿早就看出 莎莉真正喜欢的人不是他而是蜜鸟 其实婴儿早已看透 莎莉嘴里说着不喜欢蜜鸟 可看他的眼神里却全都是爱 弟弟也是这才明白 哥哥还是爱他的 可就在这时一条妈出现在两人身后 婴儿杀人的秘密绝不能传出去 所以他只能杀了莎莉灭口 其实婴儿对妈妈也是满心鼓拒 可是在危险来临 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给莎莉创造逃跑的机会 可弟弟在跳下阁楼时 还是被拽住了头发 生死存亡之际再也顾不上暴露身份 弟弟直接抛弃假发 样子被一条妈看个正着 弟弟现在只想将这一切告诉哥哥 可第一次假扮女孩的他 却被长裙绊倒 自知逃不出去的弟弟 只能先劫持了华莲 可还是被一条妈发现了踪迹 眼看他就要强行破门而入 华莲还趁机挣脱了弟弟的控制 弟弟还以为结束了 然而获得自由后华莲却没有揭发他 反而帮他打掩护骗走了一条妈 原来女孩早就知道这不是他亲妈 这个女人没有生育能力 所以他跟婴儿都不是他亲生的 他甚至知道自己真正的家人是谁 只是早已被赶出了村子 一条妈因为没有堵住弟弟就直接去了圆山家 她先以客人的身份拜访 并且用米药米倒了老夫妇 不久后弟弟也回到家 就看到养父母倒在沙发上正在睡觉 虽然觉得他俩大白天睡觉很鬼 却没有深思 他此时只想把知道的秘密都告诉哥哥 可打开门却看到哥哥已经被人绑在床上 秘鸟是由两个人合适的秘密曝光了 他们还一起被抓住 一条妈至今还不知道他们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 还以为他们是被那个女人指使着来报仇 然而在弟弟说出他们母亲已死的消息后 一条妈也放心了 现在只要再杀了这两兄弟 婴儿的秘密就能被永久掩盖 面对这种局面弟弟只会徒劳挣扎 哥哥就比较聪明 以他们死了养父母不会做事不理为要挟 想让他投鼠忌器 可是一条妈却觉得原本他俩就是合用一个身份 所以杀掉两人中的一个没问题 到了这种时候兄弟俩都很害怕 可哥哥却选择赴死 把活下来的机会留给弟弟 因为相比之下弟弟的脑子简单 而且已经放弃了为母亲报仇的执念 所以杀死哥哥确实对一条妈更有利 于是一条妈用围巾勒住哥哥的脖子 也是到了这种时候 弟弟才感受到了哥哥对他的爱 可惜已经晚了 随着围巾收紧 哥哥慢慢失去了呼吸 可就在他即将失去意识 邦庸大姐却出现救了他 哥哥还以为当初在阁楼时邦庸就已经死了 其实那天他确实被一条妈抓到的活满了 可是后来却被华联所救 之后他就开始独自调查 不但找到了华联的亲人 还调查出一条妈不能生育的秘密 并且查到了婴儿的身世 可一条妈一直在守护婴儿的秘密 不等邦庸说出来就对他展开攻击 邦庸很明显不是他的对手 干脆抱着他一起滚下 然而邦庸受了不轻的伤 一条妈却毫发无伤依然保持着优雅 两个人的战力高下利分 还好在这个时候狗子扑倒了一条妈 让邦庸有机会救出两兄弟 他用床单把两人送下楼 刚想说出婴儿的身世 就被一条妈抹了脖子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哥哥用单车载着弟弟逃跑 逃出很远都不敢停 最后实在没力气了 才进入一个破庙里休息 哥哥被吓破了胆 打算不再回去了 妈妈的仇也不报 可弟弟早就习惯了 在养父母家的生活 他想回家 继续跟养父母在一起 外面的脚步声把两人吓了一跳 原来是有附近的村民来供奉食物 这里离奥里冈村非常远 还有人会送完食物不用怕饿死 哥哥就想跟弟弟先躲在这里 可弟弟却想吃养母的樱桃牌 执意要回去 哥哥一气之下把单车丢下了河 可弟弟却也跟着一起跳了下去 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份礼物 对他有很特殊的意义 于是两人打了起来 哥哥恨弟弟有了养父母心理 就没有了他和母亲 弟弟也恨哥哥竟然假扮成女人 夺走了他的初恋 两个人打了很久 最后弟弟不是对手 可是看着他大哭 哥哥又心软了 最后他还是答应了回去养父母家 可对付危险的一条妈是一定要小心 然而两兄弟并不知道 此时回去并不是好选择 因为一条妈已经把杀死帮庸的罪名 嫁祸给了他们 两兄弟刚回家就看到满屋子都是警探 原来是一条妈杀死帮庸后 就把罪名嫁祸给了他们俩 这让原本想回家的两人也回不去了 弟弟被气到破口大骂 哥哥却非常冷静 此时想要自证清白 首先要揭露一条家的黑暗 可他们现在已经被通缉 别说揭露一条妈 估计一现身就会被抓 此时也只有四眼可能会帮他们 果然四眼从一开始就不信男主会杀人 可是当他回到家看到弟弟就在他房内 还是被吓了一条 弟弟原本想跟他解释一下 却被四眼一个熊豹抱进怀里 弟弟把事情的始末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告诉四眼一条妈才是真正的凶手 他现在陷入困境 希望四眼能帮他 四眼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可是就算加上他 应该也不是一条妈的对手 于是他把包牙也拉了进来 只因为包牙的新机甲 对他们的行动会有帮助 毕竟是有求于人 为了求得包牙的帮助 弟弟也只能低头 包牙成立了合力军团 还顺理成章成了老大 弟弟跟四眼现在都是他的小弟 还都被迫带上包牙 弟弟要求把华莲也拉进来 毕竟当时在一条家 华莲曾帮助过他 想来是愿意跟他们结网的 可是最近几天华莲请假 根本就不出家门 完全跟他联系不上 可这点却难不住包牙 他可以用无人机送信 这就是他能带给团队的科技力量 乍一看起来包牙还是很靠谱的 然而一只小狸猫就把他吓晕了 信也没能送到 弟弟瞬间就不想跟他玩了 干脆抢走他的机甲 然后把他踢出队伍 然而包牙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爬上电单 用帽子扣住路灯 靠灯光向华莲打起了信号 并且华莲也进行了回应 两个人就这样用摩斯密码 进行了对话 原来华莲已经被一条妈软禁 根本出不了家门 不过他会作为内隐 打开卧室的窗户放他们进去 有了这份功劳 弟弟也因此正式接纳了包牙 而弟弟的态度转变后 包牙竟然也谦虚起来 原来他一直想跟男主做朋友来源 可是男主一直都看不上他 至此男主兄弟 把四眼跟包牙都当成了自己人 把他们是两人合十一脚的秘密 也暴露给了他们 当然这个秘密 现在也只有他两人知道 暂时不能告诉其他人 于是四人开始了 入侵一条家行动 计划是这样的 先由四眼化妆成鸟人 迎走巡逻的探员 然后是包牙用摩斯密码 告诉华莲他们要行动 等华莲打开窗户 他们用一根绳子做成绳桥 这样就能进入一条家了 一根简单的绳桥 就能轻松承受三个人的体重 只是爬在最前面的包牙行动缓慢 弟弟忍不住催促 他还很牛逼的说是在感受大自然 只是头上的帽子 差点掉下去把三人吓了一天 也是因此让他们看到 一条家的院子里 竟然布满了铁丝网 万一从绳桥上掉下去 肯定会很惨 包牙胆小的本质再次暴露 没看到那些铁丝网 使他还很悠哉 可现在被吓得手软腿软 根本爬不动 眼看那边的树枝 有要断裂的趋势 弟弟也顾不了那么多 只是他们两个顺利通过 落在最后的哥哥却没能及时赶上 随着树枝断裂 眼看要掉进下面的铁丝网 弟弟跟着跳了下去 用当初的体重抵消法就吓了哥哥 然而两人九死一生地爬上来 却看到包牙已经牵上华莲的手了 真是人不可貌想 谁都没想到包牙镜还有这本事 两兄弟的想法是让华莲当人质 逼一条妈就犯 让他承认罪行 他要把这一幕都拍下来做证据 可华莲却知道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亲戚 说是亲人 实则就像是在演戏 一条妈反倒比较重视婴儿 华莲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毁这个劲 这俩人太肉麻了 不过作战计划也改成了绑架婴儿逼一条妈就了 先是华莲假装生病吸引一条爸的注意 然后三人找到婴儿 可此时婴儿已经被一条妈回炉同住 现在还是婴儿状态 这一幕让三人震惊不已 当初弟弟也变成过婴儿 但那都是他假装的 可眼前的婴儿却是实实在在地被洗脑了 看到三人被吓得大哭 为了不让哭声引来一条妈 两兄弟从绑架婴儿变成了手忙脚乱的红孩子 包牙感觉自己都错乱了 这些人都疯了吗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婴儿抬到二楼 在那里要挟一条妈 包牙很好奇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直接在这个房间里不行吗 然而只有那里有足够的空间跟一条妈拉开距离 以一条妈的身上 一旦被禁身 他们三个马上就会人头落地 所以计划不能有一丝疏漏 他们必须要占据二楼的有利位移 把一条妈压在一楼询问 这才是最安全的质问方式 到时候男主两兄弟负责用婴儿邀请 让他回答问题 包牙则进行录像留下证据 其实包牙是有些怕的 但作为情圣的他已经答应了华莲要毁掉这个键 所以为了爱情他也不能退缩 只是三人计划的好好的 哪知第一步就出了问题 在运送婴儿时 他时不时就要哭闹 弟弟只能不停地做鬼脸逗他 哥哥却对他做不出鬼脸 因为说起来婴儿才是杀害他们女亲的凶手 只是没一会婴儿就看捏了弟弟的女 哥哥为了计划也只能委屈求全 婴儿的问题才刚解决 一条家的猎犬又出来捣乱 而且一条妈也在这个时候出现 直奔婴儿房 三人都被吓坏了 好在有惊无险的故事 也刚好趁机爬上二楼 等一条妈发现婴儿不见了 慌张地找来 他们从二楼居高临下地进行询问 然而落入下风的一条妈却并不慌张 不但很配合地回答问题 还要详详细细地 把她跟男主母亲间的故事讲过来 米奇与达利最新一化是真的炸裂 双胞胎竟与婴儿是同胎三兄弟 所有秘密曝光之后 一条妈彻底陷入癫狂 得知真相之后 婴儿也彻底飞滑 最终亲手杀死已经疯掉的一条妈 而这一切都要从双胞胎挟持婴儿说起 在两人的威胁之下 一条妈终于说出了真相 表示过去有一个叫林子的女孩 不仅住进了豪华的房子 还有一个爱她的医生老公 人生完美的就如同黄金比利的绘画一样 她也一直梦想着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直到她雇佣了一个名叫梅特利的帮拥 这一切便彻底破碎了 梅特利刚来家里的时候 总是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就比如打扫卫生时 头发会不小心被吸进吸尘器中 林子对此也很是无奈 只好亲手教梅特利如何捆头发 防止再次发生这种事情 而林子温柔的样子 也让梅特利打心里把她当成了姐姐 并梦想成为像林子那样完美的女孩 而这番话也打动了林子 从此以后梅特利打扫卫生时 林子会在一旁教导她该如何打扫 梅特利做饭时拿错调料 林子也会耐心地为她指正错误 在林子的耐心指导下 这个乡下过来的女孩 也渐渐熟悉了各种家务 有时林子也会将自己的衣服送给梅特利 关系好的就和亲姐妹一样 但好景不长 林子在一次体检中 被医生告知了无法怀孕的消息 这对林子来说就如同晴天霹雳 建立幸福家庭的梦想也随之破碎 看到一旁母子开心幸福的样子 林子心中很是不甘 于是她便让梅特利穿上自己的睡衣 想让梅特利帮自己生一个孩子 因为之前林子的照顾 梅特利也在犹豫一番之后答应了下来 伪装成林子进入了丈夫的房间 也就是在这时林子开始逐渐扭曲了起来 每天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梅特利有没有怀上孩子 就这样无数个夜晚过去之后 梅特利终于有了孕土的反应 见状林子也高兴坏了 然而这时丈夫却突然出现一把抱住了梅特利 显然她也不是傻子 早就知道了真相 而看到这一幕的林子也彻底疯了 认为这一切都是梅特利故意的 想要从她身边夺走她的一切 而故事讲到这 一条妈也开始撒起了谎 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婴儿掩拜杀人的事情 于是便告诉哥俩 林子将梅特利关进了密室之后 林子竟然意外地怀孕了 并生下了婴儿 而梅特利自然对林子也没用 在她带着两个黄毛小子逃出密室后 林子便动手将梅特利给杀掉 而之后的事情双胞胎也知道 所以她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不知情的哥俩也相信了一条妈的谎话 在哥俩震惊时 一条妈直接顺着柜子爬上了二楼 直接一巴掌扇飞了包牙的相机 而包牙也被一条妈给直接吓晕了过去 看到一条妈这么生猛 哥俩也吓坏了 赶忙抓住婴儿威胁一条妈 然而一条妈却不管这些 直接顺着栏杆走了过来 剑状米奇赶忙挥出小刀 想把一条妈给吓跑 然而一条妈却直接用手抓住刀 然后将刀给扔飞了出去 牛逼原来刚刚那一幕 也让婴儿明白了过来 因为梅特利当时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 而这也正是被一条妈窜摆后的真相 当时梅特利生下三胞胎之后 一条妈一眼就看上了黑头发的婴儿 然后装出一副药生的样子 牛逼接着一条妈抱走婴儿之后 将门给反锁起来 把这间房当成了关押他们母女的密室 而这一关就是整整五年 双胞胎也在这间密室中逐渐长大 梅特利也会用剩饭残渣教哥俩说话 哥俩唯一的舆论 也就是利用壁纸上的花纹走迷宫 而哥俩在五岁这年也展现了天赋异离 竟用一根鱼刺打开了门锁 梅特利也带着哥俩逃了出去 并在镇外的山上安了架 之所以没逃到别的镇子 是因为梅特利想要把婴儿也接回来 但他在接婴儿时 却被婴儿推下了楼 因为当时尸体被一条妈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婴儿还以为梅特利还活着 于是便询问哥俩他们的母亲现在在哪 得知真相之后 婴儿像是魔争了一样 直接转身朝楼下走了过去 接着婴儿扶起摔晕的一条妈朝密室走了过去 而米奇也很好奇 婴儿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兄弟 闻言达利直接摁住米奇 告诉他不是 就算婴儿说的是真的 那他也不承认 毕竟他可是杀死了他们的母亲 这是一条爸也从妹妹房间中走了出来 而妹妹也已经尽力了 原来一条爸早就听到了动静 只是妹妹一直在拖着 就在一条爸准备质问几人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了一条妈的惨叫声 等几人赶到密室时 发现一条妈竟然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 就在大家以为她嘎了的时候 妹妹发现有些不对劲 随后直接拨开爸爸 然后将手指伸到了一条妈的眼前 原来一条妈只是假死 目的就是将众人引过来 然后将他们关在密室中 他已经决定要为了婴儿活下去 他们聊了未来的事 婴儿说也想重新来过 所以他们母子要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 下次一定可以过上更完美的人生 他表示一条爸曾经的确是个理想的丈夫 只是发辣的味道有些刺别 化联到最后既不像爸爸也不想他 而颠把颠妈现在似乎准备迎接新的养子 一条妈问婴儿想去哪里 她想去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很快一条妈就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不料婴儿却让她先走 话音刚落 她就将小刀刺入一条妈的身体 她马上也会随她而去 哪怕是最后 一条妈想带的行李依旧是他们完美一家四口 但这种疯狂的家庭根本不应该存在 点燃的行李箱扔下头 瞬间火焰逐渐蔓延整栋房子 发面回到房间内 丸太不停地用嘴啃着房门 李其不明白一条妈为什么要将他们困在里面 此时一条爸还认为家庭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才有 化联说到哥哥穿上尿布也没问题嘛 一条爸闻言非常诧异 甚至以为婴儿有咽尿症 正是因为他对家庭不闻不问 才会放任妻子不断巅峰下去 将家里打造成理想的样子用来蒙蔽丈夫 然后想要支配整个村子 即便身为医生的丈夫 也没有发现同床共诊的妻子竟是最大的隐患 经过丸太不断努力 终于在门上啃出一个小洞 就在这时从缝隙中飘进雨里烟雾 这才发现外面已经燃起大火 丸太发疯地继续卖力砍咬 一条爸举起凳子砸向房门 然而凳子四分五裂依然无济于事 很快烟雾已经弥漫整个房间 突然破开房门 看着受伤的米奇 必须赶快从这个房间内逃出去处理伤口 与其在鸟笼中结束生命还不如去吃屎 随后带着所有人来到尚未起火的二楼 发现地面有缝着铁丝网 秋山随即将柜子追到墙边 通过精密计算助跑跳过去 地面有草地作为缓冲带 兄弟二人率先打起样子 飞升跃出窗户安稳落地 一条爸抱起化连紧随其后 到丸太时却犹豫了 一条爸经落在铁丝网上 秋山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身后 安慰丸太先把目光放在比恐惧更远的前方 看着丸太迟迟没有动作 化连表示逃出来就奖励给他好东西 最后鼓起勇气成功逃出 然而却看不到秋山的身影 两兄弟不断叫着他的名字 一条爸向秋山表示感谢 所有人都沉浸在逃离佛海的喜悦中 秋山突然想起婴儿还在房间里 刚才从门缝里看到婴儿抱着母亲一动不动 本想叫住他一起逃走 然而火势太大掩盖了他的声音 婴儿好像已经做好准备等待死亡来临呀 这是从窗户传来唱片机的声音 竟然是两兄弟小时候一直在听的水澡之歌 原来一条妈也经常将这首歌弹给婴儿听 正是这首歌曲将三兄弟的回忆串联在一起 打理想到与婴儿一起经历的事情 仿佛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如同没有米奇的自己一样 话音刚落奋不顾身冲进火海 婴儿躺在床上指着浓烟 就像天上的银河一般 说起自己的梦想 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医生 然而自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安息 母亲 你以为我一个完美的母亲 所以我也有什么时候也很完美 突然达理出现在身后 虽然心里担心婴儿嘴上却说她是来复仇的 所谓的憎恨是因为当初杀死母亲 曾经的她是这样以为的 但其实婴儿真的和自己很像 婴儿只向旁边的匕首 现在将她杀死顺便也能完成复仇 就在这时米奇也冲进房间 搞不清楚明明已经逃了出去 为什么还要回来 难道是想被烧成灰烬吗 达理指了指米奇的屁 这才发现裤子被火点燃 达理表示自己的好多计划 都被米奇破坏 让婴儿放弃自杀的念头 这个时候差不多也该死心了 而达理的复仇 就是想要让婴儿不停地倒活下去 说着拉起婴儿冲出房间 用力挣开达理的时候 没想到达理脚下失衡跌下二楼 出来的米奇看到这一幕 撞上婴儿一起掉了下去 然而米奇在一楼依旧看不到达理 就在这时天花板的吊灯突然坠落 石块顺势落在米奇身边 意识当中看到一个人 正是之前惨死的帮拥阿光 手中挥舞着除尘工具 拨开眼前的黑暗 终于在前方看到了达理 紧接着阿光打开吸尘器 发现了被压在吊灯下的婴儿 看着身边的火势不断耐援 米奇表示再拖下去都会死在这里 达理却用身体撑起吊灯 滚烫的铁柱压在达理的背上 见状米奇也过来帮忙 清醒的婴儿劝两兄弟放弃 就他只不过是想嘲笑 如此狼狈不堪的自己 说完以后的生活 在婴儿脑海里经过 随后三兄弟的隔阂完全消除 一同发力将吊灯顶开 互相搀扶逃出火海 身后的阿光看着相近如宾的三兄弟 也消失在视野当中 事后警方只在房间 发现一条妈的遗体 三兄弟躲在一旁观察情况 想带着婴儿回到滇宫滇婆家 不管怎样老夫妇 都会帮他们保守秘密 然而婴儿英姿飒爽地转过身 主动找到警方承担一条妈 和自己犯下的所有事情 A.A.J. 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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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我都做了 好 我都做了 我都打算和达利调换下位置 可达利却并没有把手伸过去 米奇当然也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回到房间后 达利告诉米奇 他以后都再也不会露面了 因为他的脸在火场时 被烧伤留下了一道疤 所以他们以后都没办法 再扮演同一个人了 米奇本想继续劝说 认为以老夫妇的为缘 一定会接受他们兄弟两人的 可达利却将其一口回绝 表示只要米奇幸福他就幸福 现在米奇要做的 就是努力追上学校的进度 而且他也会和以前一样 在暗处坐米奇的影子 来帮助他的 文言米奇也没多说什么 在接下来的时间 当老师提问米奇问题时 达利会在窗外悄悄告诉米奇答案 而体育课上 达利也会躲起来暗中帮助米奇 米奇当然知道 这大半都是达利的功劳 随后在和秋山谈心时 米奇告诉秋山 自己已经厌倦了 独自一人扮演蜜鸟的生活 他真正想过的是 米奇与达利的人生 但他也知道 达利有着自己的想法 所以现在他也只能坚持 但米奇却殊不知 达利其实也不想 一直做一个影子 只不过目前的情况 只允许他牺牲自己成就米奇 时间很快就到了圣诞节 在养母发电的歌声中 米奇与老夫妇 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平安夜 而达利则是躲在桌下 独自一人吃着烤火鸡 而老夫妇也和米奇 聊起了他以后成家的事情 言外之意就是想暗示哥俩 米奇以后有了恋人 有了孩子 那么达利又该何去何从 想要提醒他们 不可能永远扮演成一个人 而哥俩听后心里也是一惊 达利也从来没想到过这些 在晚上睡觉时 米奇也想和达利聊聊这些事情 但达利却没搭理他 直接睡了过去 在梦中达利又回到了 熟悉的桌子下面 但桌子下面 却多了一双陌生女人的腿 紧接着他的脑袋 又被一只小脚给踢了一下 显然他这是梦到了 米奇成家以后的日子 紧接着梦中的人 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而他却依旧留在桌子下面 这令人窒息的孤寂感 让达利瞬间清醒了过来 而泪水也早已打湿了他的脸庞 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梦后 达利心中也不禁暗自清醒了起来 这时他突然注意到 圣诞树旁的礼物竟然有两份 就在他愣神时 米奇也醒了过来 看到两份礼物 他还以为是睡花眼了 这时老夫妇也敲响了房门 而达利也赶忙躲了起来 米奇在确定是两份礼物之后 也奇怪地询问老夫妇 是不是搞错 然而老夫妇却表示 圣诞老人是不会出错的 让米奇赶快打开看看 米奇这才意识到 老夫妇早就知道了真相 于是他赶忙将这件事告诉了达利 可达利却不肯出来 见状米奇告诉他 就算他们是双胞胎 以后也肯定会越来越不一样 不论是爱好还是性格 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 就像达利说的 自己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 同样的达利的幸福 也是他的幸福 他想让达利也获得 属于自己的幸福 最终达利也被米奇说动 一起来到了楼下 见状老夫妇也感动得痛哭流涕 接着两人坐下之后 米奇和老夫妇举杯 庆祝起了节日 但达利却有些融入不进来 养母也发现了这点 随后给达利端来了一盘 他爱吃的蛋包饭 就这样多年过去之后 米奇和达利也长大成人 包牙和秋山也同样如此 而今天也是婴儿出狱的日子 所以众人才会齐聚一堂举办派对 接着哥俩倒出面粉 开始准备起了樱桃派 然而这时面粉上 却突然浮现出了文字 见状包牙和秋山 还以为是闹鬼吗 接着面粉上 被写出了烤箱二字 养母这才想起 自己忘记预热烤箱了 赶忙向阿光表示了感谢 而阿光也用文字表示了不客气 米奇和达利也向两人做了解释 表示阿光从来都不曾死去 而且还和养母成为了比喻 接着哥俩赶好面皮之后 和过去一样 合二为一折起了派皮 接着将樱桃派放进烤箱后 众人坐下来默默等了起来 眼看气氛有些沉重 米奇悄悄告诉达利 让他去准备一下 待会活跃活跃气氛 毕竟也只有那样做 才能缓和气氛了 很快门铃就响了起来 养母立马就跑了过去 接着在众人一脸严肃的表情中 打开了房门 接着婴儿在入座之后 也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这时打扮成沙利的达利 也端着樱桃派走 就这样气氛被达利成功 缓和下来之后 众人也一起吃起了樱桃派 而如今婴儿也不觉得 这樱桃派太甜了 接着双胞胎也带着婴儿 去看了他们被埋葬 在山顶的母亲 很快又是多年过去 双胞胎决定走向各自的人生 尼奇决定留在镇子上 继续搞艺术创作 想要在以后成为一个艺术家 而达利则是因为考上了大学 准备离开镇子继续求学 也许如此 這是証明 我心 無論遠 離開